大家好,我是天猫动画的副用员木木 今天给大家讲神奇海盗团的故事 这样从19世纪的大不列颠王国说起 消耗跋扈的女王想要称霸海上 可同样好想霸道 行为处是超乎高调的海盗们 却一直在阻碍她 女王对这些连龙椅都不如的生物 恨着入骨 巴不得她们灭绝 而因此同时 在某片海域上 由海盗船长带领的海盗团 正准备去参加年度最佳海盗评选大赛 不过过其他海盗相比 海盗船长就显得有点寒酸了 不仅船薄薄烂烂的 而且成员除了一些老弱病残 就剩那只团传小鹰鹉 虽然他们团结有爱 但团结有爱在海盗这一行 可是一点都不适用的 更何况评选大赛看中的是赃物财产 以现在的资产 船长肯定是陪跑的那个 但面对羞辱般的嘲笑 他忍不住了 是要让那些家伙输得无铁投地 为此船长带着小弟们 四处掠夺其他船只 结果不是碰上了瘟疫船 就是碰上小学生旧游团 又或者是幽灵船 他觉得心好累 不过这次海盗们意外 打劫了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船 而且还意外得知 他们的团宠小鹰鹉 实际上是只超级无敌张贵的嘟嘟鸟 如果能在伦敦皇家科学站上战车 必定能获得一大笔财富 嗯 海盗船长心动了 于是他带着船员和嘟嘟鸟 以及达尔文来到伦敦 住进他家 还认识了一只聪明绝点的猴子 不过这里是女王统治的地方 只要他们一露线就会个耳屁 而且达尔文似乎独魔不轨 想抢走嘟嘟鸟 他和女王唤心 不过海盗船长总能化解为夷 顺利在科学站上战出了嘟嘟鸟 然而作为一大笔财富 自然只是一堆百科悬殊 哎 不过知识是最大的财富 说的也没错啦 可对于海盗来说 有个屁用 不过船长还没来得及生气呢 女王大人就来到了现场 至于目的的嘛 他满联系着哦 我想要嘟嘟鸟 这让船长很紧张 紧张到暴露的身份 不过如果在这里让他嗝屁 女王就拿不到嘟嘟鸟了 为此他受免了在场的所有海盗 并且私下找到船长 想用一大笔财富交换嘟嘟鸟 虽然他起初是拒绝的 毕竟怎么能把家人卖掉了 可是想象到那群嘲笑他的海盗们 船长就 就 就同意了 他撒谎瞒着船员们 说嘟嘟鸟受到惊吓不能见人 然后用这笔财富 参加了最佳海盗比赛的大赛 并且毫无悬念 拥得了奖杯 结果因为他们曾被女王赦灭 现在利用失去海盗的身份 所以压根没有自过参加比赛 就这样 船长被当成叛徒 失去了向装海盗的一切 却连用家人换来的财报 也被没收了 船员们知道这些后 也纷纷选择离开了他 而船长独自思考一段时间后 决定让一切回归成鬼 他准备救出嘟嘟鸟 结果达尔文却说 女王打算把嘟嘟鸟 做成桌上的美食 他收集稀有动物 根本不是为了饲养 而是为了品尝 达尔文也很后悔 自己盲目舔狗 舔到现在一无所有 所以他决定帮助船长 于是两人来到 进行宴会的船上 十分顺利的在嘟嘟鸟 被做成美食前叫下了他 然而很快就被敏锐的女王发现了 面对强劲的对手 船长先入苦战 但他的救兵们也及时看到了 那只蹭跃节点的猴子 划船跨过半个大洋 通知了海盗船长的船员们 最后他们顺利从女王手中 夺回嘟嘟鸟 不仅重操就业 还成为了世界上 悬赏金额最高的海盗 至于达尔文嘛 当然是继续他的生物研究了 而可恶的女王 看样子也准备成为猪猪美食 好了 我们下期见